青春是什么 青少年的热情 青少年的烦恼 青少年的欢笑与Maple 抛下烦恼 戴上耳机 拒绝旋转 别当塑胶 走入少年的小牵地 Chill是青春 青春就要Chill 我的家人是知道的 起初就连我进入餐饮科 他们都没有说很支持 因为毕竟家里是重商的 对所以相对 他们会更希望我加入家族的企业 可是我就比较 叛逆 你想要追求自己喜欢的 对想要闯一闯 让我冒险一次 欢迎你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Chill是青春 青春就要Chill 今天仑星一样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关于不一样的主题 今天要谈的主题就是调酒了 听众朋友们 你们对于调酒的想法是什么 或许会有人想说 青少年们要来谈调酒这个议题吗 不太适合吧 他们还不会成年 不可以喝酒的吧 是的 虽然说很多青少年们想要喝酒 但是碍于法规的规定 是不能够喝酒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也有怀抱着 对于调酒师这个职业的梦想跟憧憬 所以今天仑星呢 很荣幸邀请到了两位同学 是来自于高参附中的学生 我们分别来欢迎燕生 嗨大家好 我是就读于高参大附中餐馆科二年级的李恩生 接下来我们欢迎安杰 嗨大家好 我是安杰 我目前就于高雄餐旅大学附属中学烹调科二年级 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目前就读的科系是什么 然后可能在学些什么东西 我是就读餐馆科 餐馆科这个科系就是任何餐饮相关的事情都要学一点 像是什么 像我们会学西餐中餐烘焙硬调还有餐服 餐饮服务就是服务员来服务客人这样 安杰呢 我们是实用技能烹调科 然后我们跟餐馆科其实大同小异 只是我们比较重视在实习课上面 我们的理论课没有那么多 当初是为什么想要念这个科系的 当时啊 因为每个餐饮学校都会有一个社团 或一个课程都是调酒这个课 对 是 结果来到学校之后才发现 其实没 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可能是碍于法规 那怎么办你这个落差 你怎么去弥评期待的落差 那就只能从书本啊 网络上去获得一些资讯 课程没有学习到调酒嘛 所以我也去问老师 老师也提供我一些想法 去改变我的观念 可以从实作上面 或者是了解一些相关调酒之类的知识去弥补 那安杰呢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就读风调科 因为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吃东西 然后我阿嬷是一位非常会煮饭的人 然后他每天都可以 煮出很多不同的花样 不同的菜系 填满我们家人的味 然后我就觉得 吃他的饭我就会很开心 我也想要成为跟阿嬷一样的人 可以用自己的爽手 煮出很多好吃的东西 来让自己爱的人吃得开心 那想问一下两位同学 就是你们对于调酒这个东西 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跟感觉是什么 就是大家去喝酒嘛 主要是来寻开心的放松啊 可能你今天心情不好 那你就可以去酒吧 照他们在八天的聊天 聊聊天喝个酒放放松这样 安杰呢 我觉得酒吧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心情好跟心情不好 都可以去的地方 就是那边可以容纳你很多的情绪 酒吧是一个让人觉得 很容易放松很自在 是一个心灵慰藉 或者是说发压力的一个好地方嘛 就我轮心来说 我对于调酒的认识 也是一直到成年之后 可能我朋友带我去酒吧 我才知道啊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个地方啊 就是还有这么 确有这么棒的地方 那像你们是什么时候 对于调酒有认识 然后会对调酒有兴趣 这就要从我认识酒吧开始了 国小的时候因为没有上岸清班 所以爸妈出门都会带着我 就有一次呢 老爸带我去他陪我开了一间酒吧 然后我进去 因为很陌生嘛 觉得黑黑的 可是又五彩缤纷的感觉 是 然后那个气氛啊 大家都在唱歌跳舞啊 然后bratender也是 就是跟客人聊天啊 这样的气氛 我觉得很喜欢 嗯 对 就开启了你对于酒吧的兴趣 对 进而会影响到你 为了想要从事这个工作 对对对 那安婧呢 因为我的亲戚 叔叔姑姑们 他们就是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平常生活压力也蛮大的 是 然后跟他们见面的时候 就是都会聊天 然后我就会想要了解他们 平常都去什么样的地方 出入什么样的场所 他们就会跟我分享到 他们会去餐酒馆啊 或者是酒吧 在那边都会 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能是搞笑的 或者是悲伤的 然后那边会让他们的心情很放松 所以放下一整天的压力 然后我就开始对酒吧产生的兴趣 因为我觉得 哇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bratender透过他自己的双手 挑制一杯饮料给你 然后就可以让你身心灵得到 舒压 我就觉得 那如果有朝一日 我也想要去这个地方看看 是 因为目前可能碍于年龄的规定 的关系 你们没办法进去酒吧里面 对 那你们有在网络上面查询过 那几种酒吧的风格特色 或者是bratender的服务 有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或者是觉得很惊艳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酒吧 像我喜欢的是茶酒 茶酒 对就会有一些酒吧 是关于做茶酒特别厉害的 还有关于装潢之类的 像台南有一间叫赤肯中药行 是 他们就是老屋改建的感觉 像台南的bar home也是老屋改建的 我觉得很酷 安检啊 我在网路上都是查 就是YouTube会去介绍 比如说恩西郡 然后他们会去不同的酒吧 会用 就是他们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不同的风格 然后每个挑酒师也会有 比如说这个酒吧就是专门喝威士忌的 这个就是专门调酒的 或是像艳神讲的茶酒 然后我会比较注重就是 每个酒吧不同的感觉 跟他们的装潢 高雄也有很多间 就是我在网路上查询 我蛮有兴趣的 我觉得安检也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每间酒吧都有他们各自的特色 像在高雄 又一间是那种密室的 很像你要通过 大圆摆那边吗 对大圆摆那边 那个他是 我知道那间店我查过 他们的主题是美国禁酒令时期的 是 他们就是都没有窗户 是 然后你还要按某种机关 你才能够进去 我有去过台中有一间 就是他外观是一个西装店 然后你要去他的脸书粉丝专业 去看他们每天的密码 找到那个密码 你要输入你才进得去 觉得每间酒吧都有他 各自不一样的风格跟特色 像艳神跟安检 你们有想假设 未来真的开一间酒吧的话 酒吧的模样大概会是怎么样 想过很多 像我自己本身喜欢爵士业 Jade 所以我想要开一间酒吧 是中间会有个小舞台 然后请一队乐团在那边 做爵士的音乐 这样 是 你想要结合音乐跟喝酒文化 这件事情 那装潢风格那一些呢 大概就像 美国那边老一点的拍吧 80年代那种 人家在跳迪斯科 可是我放的是爵士乐 哦 是 这是一个不同文化的结合 不同风格的结合 那其实非常有特色 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 去你的酒吧喝酒 那安检呢 你有没有想过 想要开什么样的酒吧 有 也会想象很多 自己开酒吧的画面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有很多 日治时代留下来的卷存 然后有很多在改建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希望我可以开在 眷村里面 然后租一间房子 可以体验到台湾到底的特色 就像回到乡下 阿嬷家的那种感觉 放松的 那你们对于可能开设酒吧 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可能这个社会会不会对你 开设酒吧有偏见啊 还是说 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我觉得 外人对你的负面想法 只是仅限于他们的想法而已 因为这是你的兴趣 你就去做就好了 不用在意别人 如果开酒吧会有一些困难的话 我觉得是 因为我自己有点没自信 所以会导致我的沟通能力有点差 不会啊 我觉得你讲得很棒 当然是现在啊 如果面对面的话 真的没办法 你觉得这个部分的能力 是需要再增强的 对 还有外语能力 是 确实我觉得有时候在酒吧 还蛮容易看到外国人的面孔 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比较少 但是疫情之前 还蛮容易在酒吧遇到外国人 那安姐呢 你的想象 我觉得我会就是 我也跟验神一样 就是其实我不太在意外人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兴趣 我想要开酒吧 就真的是 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那我不太会因为外人的 否定之类的 我就去质疑我自己 那我觉得我会面对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 对于自己酒吧的定位 因为你看过很多酒吧 所以你心中会有很多很多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我怕我会太急着想要把喜欢的东西都一起放在同一个地方 那我觉得这样就有点不太清楚我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会怕说你把喜欢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反而变成一个四不相的东西 对就是你要说它是什么风格 它其实什么都不是 因为它什么都有 对 所以你目前也还在找寻属于真正自己风格的一个特色所在 那像你们在追求兴趣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吗 或者是觉得有趣的事情 我目前是在第一次去的那间酒吧的二店去当吧台的学徒 然后当然是从整间店的核心外场做学习啊 但是我会从我的上班时间提早一个半小时去学习 因为这样才让我的师傅有时间去教导我 对 第一个碰到的是stir stir就是搅拌嘛 是 可是你的手指刚开始会完全不听你指唤 就会一些敲击玻璃的声音 然后就被师傅骂 这个非常讲究 对对对 这个敲击的时候的声音是需要去控制的 对对 因为会吵到客人之类的 是 但是在练习到现在啊 基本上不太会有敲击玻璃的声音 对对对 就是要练习的 这其实蛮有成就感的 是 那他有叫我去切冰块吗 我还没办法碰到 还没办法碰到 因为我很喜欢坐在吧台 所以我都会看那些调酒师在调酒 就是他们来切冰块 把那个可能形状奇奇怪怪的冰块 把它切成 就是长方柱 或是方形的等等的 哇 那也是很需要一点功夫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甚至我觉得 为什么会把那个冰块 要切成这样的形状 什么酒要搭配长形的 什么酒要搭配方形的 什么酒要搭配圆形的 都有他各自的学问 我觉得调酒确实是一个 还蛮高深的艺术 那像你们追求 往调酒这个道路的路上啊 相信是少不了家人的支持 但是家人们知道你们对于调酒 是有兴趣的吗 那他们态度是怎么样 我的家人是知道的 起初就连我进入餐饮科 他们都没有说很支持 因为毕竟 这么说 家里是重商的 对 所以相对 他们会更希望我加入家族的企业 是 可是我就比较 叛逆 你想要追求自己喜欢的 对 想要闯一闯 让我冒险一次 是 然后最终还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啊 像我的老爸 他知道我喜欢调酒之后 他就会 一有空 虽然久久一次啊 一有空 他就会订一些酒吧 去让我观摩观摩 对 我觉得很难得 因为很多家长应该都是 对 喝酒这件事情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偏见啊 尤其是夜生活 晚上就早睡早起啊 晚上还出去干嘛 那么危险 是不是 对啊 所以反而你爸会很支持你的这样的兴趣 那你妈呢 你妈的看法 妈 随缘啊 随缘 也是跟着我爸啦 对 就是双方其实都还蛮支持你的 对 那有听过反对你的声音吗 就是 对你想要从事这个兴趣 给你一个比较负面的回馈 没有 其实他们都蛮意外的 我那个时候 我其实很小很小 大概 四四四五岁的时候 嗯 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就开始想要调酒 哦 对 那么早就想要 对 开始了 只是都不敢讲 到高一的时候才敢讲 你敢讲的那个契机是 嗯 可能长大了吧 对 长大了比较赶了 是吃饭吃到一半突然讲出来吗 还是我们等到一个特别的moment才说出来 对 我就是很突然 妈 我想调酒 然后你妈说 调调什么 对 对 就大概像这样 他们有没有觉得很意外 还是觉得 嗯 好像有机可逊 因为爸妈其实蛮爱喝酒的 对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遗传啦 只是意外的点是 为什么我想要 嗯 对 他们不意外的点是 他们也喜欢这个事情 是 那安姐呢 就是我是阿公带大的 是 然后我阿公可能蛮前卫的吧 哦 真的假的 对 我阿公蛮前卫的 就是 就一开始我要读什么科系 当然都会想要有询问家人的意见 就不一定会采纳 但是就是想 询问看 对 想听听看 然后我阿公那个时候也 没有特别说 哦 你要去读什么 他说 你决定好就好了 哦 对 就是他就说 就是 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 他希望我可以走在 我自己喜欢的路上 因为他觉得这样会 比较长远 所以你有透露过 你想要 嗯 走调酒师 或者是开酒吧 这个想法 给你阿公知道 有 他就是 他就说 好 你决定好就好 那阿公会尽自己所能的 帮助你 对 哇 这样还蛮幸运的 对 我觉得你们两位都很幸运 就是你们想要从事的事情 可能对于一般父母来说 会有一点负面观感的职业 可是都还蛮支持你们 去从事 去追求你们的梦想跟兴趣 那像你们目前学习的课程当中啊 因为你在学校还是有 学习一些专业的餐饮课嘛 你们有没有什么课程是觉得 特别受用 或是特别喜欢的 我们学校有一堂课叫做 观光参旅英文导论 观光参旅英文导论 对 这堂课主要是在练习你的 英文口出能力 是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 应该是说特别受用啦 对 因为我现在在一间酒吧见习 所以会常常遇到很多外国客人啊 所以我也需要一点 基本的英文沟通能力 所以我可以在这堂课上面练习到很多 嗯那除了这堂课之外呢 还有什么其他的课 嗯 影条课 影条课 对 因为可以碰到shaker 哦 对 可以顺便练习一下 是是是 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就是我们会制作一些饮品 还有水果盘式 水果切盘 去考一个证照叫做影条丙级 哦 影条丙级 考完这个丙级之后 18岁可以考一个叫影条乙级的 然后影条乙级里面就有调酒的部分 那安姐呢 我跟艳生一样 就是目前最喜欢的课程 就是影条 因为影条我们除了实作 我们也会上到理论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可以调酒 但是我们会学习到酒 八大酒类之类的 可以从中了解到 哦不同的酒配什么 或者它怎么从哪里出场 它的原料 它的酒精浓度 怎么分 然后八大鸡酒是什么 我就会觉得蛮受用的 虽然我还不能碰 但是我可以先了解 我们也会学习到 吧台内部的装潢 因为我们客人 我们就只是看到吧台上面 那吧台内部只有 在里面工作人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 课本的剖析图了解到 所以我觉得嗯 蛮实用 虽然都还不能真正的碰到 但是我可以先了解 先预习 对 好那Chill小学堂又来咯 因为刚刚安杰有讲到八大鸡酒 伦星很好奇到底是哪八大鸡酒 我现在想起来 我讲错了 是六大鸡酒 是六大鸡酒 对六大鸡酒 好那是哪六大鸡酒 有Vaga Whiskey 然后琴酒 莱姆酒 龙蛇 白蓝地 这六大 这六大鸡酒 那听众朋友们不懂得 可以跟伦星一起来学一下 是哪六大鸡酒 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说 你们在学校都有学习到相关的课程 或是银条的知识 那同学们知道 你的未来志向是这个 调酒是想要开酒吧吗 他们知道 他们非常的羡慕 真的 因为他们有些人 有些人都没有志向 这个东西 他们还没找到 对他们还没找到 对所以他们蛮羡慕的 是 答案简了 有同学都知道 他们蛮支持的 他们也会聊说 那你想不想开酒吧 那我就说 嗯有想 然后他们就开玩笑说 好那等你开酒吧 我们去你酒吧喝酒 对就是 已经先预约了 对对对 就是他们蛮支持的 对他们就是会说 哦那真的哦 就是很恭喜 就像艳神讲 就是其实现在也蛮多人 还不知道未来到底想做什么 那他们会觉得 嗯我比他们早一步更了解自己 这样说起来哦 伦星也蛮羡慕你们两位的 因为可以这么早就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 我也是等到大学 这样才摸摸索索 哎才知道未来的志向是什么 才知道自己想要去做什么 所以如果可以及早的去 知道自己未来想干嘛的话 我觉得那个准备的时间 反而会更充裕 准备的过程也会比较顺利一点 就不用说那边滴滴撞撞 然后还想不出一个说一言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个 很痛苦的感觉 那我想问一下哦 假设说有些人可能对于酒吧 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 可能像是刚刚的新有提到的 啊夜生活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或者是酒吧出路的人都很复杂 在新闻看到一些可能在什么酒店啊 什么欧打斗的事件都很频繁 可能大家多多少少对于酒吧 这个还是有一些不明的印象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有什么想要对他们澄清 或者是对大家的这个想要说的吗 我个人是不打算去澄清这件事 哦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的兴趣 我们喜欢这个产业 这个文化 这是我们的热忱 是 我们想要就会去做 是 对 这但像打架这方面啊 应该算是个人行为 不代表整个酒吧挑酒圈的这个立场 对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因为像是如果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的话 可能也会觉得说 好像女生去做这个八天的工作 晚上还在外面工作会不会很危险 是会有这个性别刻板印象 那安洁你觉得呢 我其实也不太在意 因为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去做每个工作 前提你一定会知道这个工作 带给你的职业伤害 是 或者是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风险 是 那我觉得你就喜欢 然后你也下定决心了 那我觉得那都是可预防 可避免可以先想好怎么应对的 那对于负面想法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喜欢的 我的兴趣嘛 我的热忱 所以我可能会 希望如果身边周遭有这样的朋友 或这样的家人 我觉得我可能会跟他们 我会想聊一聊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或者是有机会可以带他们去 我喜欢的店 我们去尝试看看 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说大家都负面的新闻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 只是酒吧这个地方 会让 特别让人家放大 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放大了 他的坏的地方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燕生跟安洁 来到我们节目 分享他们对于酒吧的认识 然后让人心觉得非常敬佩的是 他们在高中的这个阶段 就已经确立了 未来想要做什么了 人心觉得 嗯太厉害了 因为我以前 高中的时候还在摸索当中啊 所以今天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燕生跟安洁 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及志向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 或许你的志向是什么 你也可以开始来思考一下了 今天非常感谢叶生跟安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青春是什么呢 青春不一定要有兴趣 主要是你有一个念头 你想去做 那你就去做 要管有什么事情 你就是去做就对 我觉得青春是一张 很大很大的 我们就发现成一张 很大很大的白纸 然后在这短短的几年间 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然后每个阶段 都会遇到很多不同 开心的难过的事情 那每个我们都可以 在那张白纸上面 填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等青春 你自己觉得到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带着那张纸 继续向人生的下一步迈进 然后那就是人生很重要的 一段旅程 我会遇到很多东西 让我有整点好心情 分享着我的脸里里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麻吉 就是天山陪伴你 放松舒服的频率 就是天山你的麻吉 每天终终地与你相遇 就是天山在乎你 我有参加过一个比赛 那有一个比赛 那个比赛会需要 在脸书上面发文 我发了一篇 就是我自己设计的作品 然后对他的创作理念 跟一些故事的内容 跟成分po了一篇文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 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 她就说 她留什么 她就说 勇敢去追逐你的梦想 欢迎你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秋是青春 青春就要秋 那节目上半段 伦欣邀请到了高参附中的两位同学 分享他们对于调酒的认识 然后他们对于调酒的想法 甚至伦欣觉得很佩服的是说 这么年轻七轻的时候 就确立了志向 他们未来想要当 bartender 想要当调酒师 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一间酒吧 那紧接着 伦欣当然就是邀请到了一位 非常专业的调酒师 要来分享她的青春 分享她对于调酒文化的认识跟经验 以及她在当调酒师的这个路上 她是怎么经过的 让我们来欢迎台南非常知名的酒吧 Powa的调酒师Rand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台南酒吧 Powa的调酒师 我叫Randy 想要来请Randy来分享一下说 你对于调酒的文化的认识 大概是怎么样 关于调酒的文化这个部分呢 我自己会觉得喝酒这件事情 在现代这个社会上来说 是一个蛮不可或许的一部分 是因为现代人的工作压力 其实都蛮大的 我们也是很多客人 他们会在下班的时候 会来我们店里喝个两杯啊 跟我们的 bartender 或者是外场的同伴聊个天这样子 就是有点像是让自己上班一整天很辛苦的情况下 在最后下班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回馈 放松 放松 治愈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说 你当初为什么会对于调酒会有兴趣 会对于调酒这部分有兴趣是 主要是我在高三的时候 我有去考一个教育部的证照 叫做饮料调制遗迹 那这个证照里面的考试内容 就是会去考到一些基本的调酒的东西 那那时候考的过程中就发现 我好像对于调酒 就是做于这种液体的东西 蛮有兴趣的 所以那时候在得到这个证照之后 我就觉得说 未来如果说大学毕业之后 我有这个机会的话 会想要到酒吧去做学习 然后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调酒师 是那你在考这个证照之前 你对于调酒有什么认识 真正认识酒类这个东西 其实算是在高二 从高二的上课的内容东西中 去发现说 原来酒有分这么多种 烈酒分这么多种 啤酒分这么多种 甚至一些蒸六酒啊 或者是酿造酒都有分很多种 对你来说 最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 调酒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你做一杯经典调酒 我们以一个最常见的Gin Tony来说 我们今天假设有五位不同的人 不一定是调酒师 我们五位不同的人 去做这一杯Gin Tony 其实做出来的五杯的味道 都会是不一样的 即使配方比例都一样 配方加的量 冰块杯子什么 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但是不同的人做 就会有五种不同的味道 这么神奇 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当初 你高中考完这个证照之后 你想要进一步从事 调酒师这工作的因素之一吗 对于这个行业有更多的热忱 是因为真的踏入这一行之后 因为你真的踏入这个行业之后 你去真正接触这个行业 所有的学问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经典调酒 或者是一般的所谓的创意调酒 他想的跟我们 原本想的会有点不一样的落差 是 对因为 如果你以一个不懂的客人 或者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东西加一加就好了 对啊 就是混合在一起 然后shake shake shake 摇一摇 搅一搅 出来味道都是一样的 可是你真的去接触这个东西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 原来他这个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动作里面 都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 所以你当初在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就读餐馆相关的科系 没错 那到大学呢 我高中的时候是读综合高中 那在综合高中 我们比较吃亏的地方是 我们不像 一开始就选择高职的学生 我们他们有三年的时间 可以去准备统策这部分 但是我们选重高的话 如果我们又在选餐饮学程的话 他就是只剩下两年的时间 可以做升学的准备 对 所以那时候两年时间 就会花在要准备统策 我自己又个人又选择要去考 饮料调制以及这个征兆 所以那个时间其实算蛮紧凑的 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 去准备这个蛮难考的征兆 跟升学的考试 哦 等于两头烧 对 真的 那当初为什么高一的时候是算是一般的不分组高中 没错 那怎么会想要挑选餐饮 这个问题在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思考很久 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 我的理科成绩其实算还不错 那应该大家会期待你去当工程师之类的吧 对那时候我的理科老师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来读自然组 你读自然组感觉可以考到不错的大学 是 可是我那时候思考的一个点是 不想要做一个相对来说 那么比较一成不变的工作 是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蛮没有耐心的人 然后又很喜欢尝试新鲜东西的 你喜欢变化 对我喜欢变化 那这件事情你有跟家人讨论吗 那个时候有稍微跟他们讲一下 那他们的对我的决定就是觉得说尊重我 哦 没有说觉得你一定要去当工程师比较有出息 这样的偏见出来 不太会啦 他们的心态一开始都觉得说 行行出状元吧 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成功的机会 是 对啊 所以他们也就蛮支持你高二的时候就选择餐饮科 对 那到大学呢 大学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在高中后期那两年 我考了蛮多餐饮相关的证兆 哦 所以就接触算蛮多餐饮类像烘焙啊 西餐 中餐 是 这一些东西的一些基础面 那想说 哎 大学的时候不如来试一个再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我后来就去报考那个高雄餐举大学的旅馆管理系 是 是 对 然后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期间去 学习一些关于旅馆的相关知识 这样子 嗯 像你毕业之后当完兵第一份工作就是做酒吧的工作吗 我那时候当兵前就给自己一个设定是我退伍之后要到台北找一份酒吧的工作 因为我在入职之前就知道说其实这个行业会有一段需要学习的时间 嗯 需要从外场开始 嗯 对你要先从外面你要先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客人怎么样去服务客人 嗯 然后有到一定的水准之后才会慢慢的再往吧台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称叫巴贝 嗯 巴贝他就是会帮忙跳舞师完成他的整个成品这样子 助理的工作 算是算是跳舞师的助手巴贝在慢慢的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哎你对于调酒酒吧内的东西 吧台内的东西是有一定的认知之后你才会慢慢的再去碰到酒这个东西 所以你当下就立志想说毕业之后要去台北工作 对 哦那你去台北工作的状况还顺利吗 退伍之后在台北其实待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那那时候刚好是遇到疫情严重的时候 哦 对我刚上台北的时候疫情刚开始爆发 整个台湾餐厅其实受到的影响都很大 是 因为大家都会选择在家里吃饭或是下班之后就回家 也禁止内用 对 那时候其实整个对于餐饮的产业的冲击蛮大的 21年的5月那时候台湾我们升三级警戒 对 所有的店家都不能开 是 那那时候就刚好在台北那个地方 后面老板就决定说要把店收掉 哦所以你才决定你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对 怎么办 那时候在收掉了嘛 然后后来就回高雄就是休息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那段时间也是一直在对于调酒这部分的东西 再去多看多认识 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再做实作的东西 但是就是去多看一些可能经典调酒的故事啊 或者是一些梅子酒背后的他的历史跟他的故事远远 这样子 然后后来是等到后面比较松的时候有台南的朋友就跟我说 哎我有一认识一个酒吧他们想要开一间新的店 哦是 那刚好有缺人 那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这样子 嗯哼哼 对然后我就去面试 然后就进到这间店 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店叫Paul啊 哦那你进去也是先做八倍吗 一进去的时候都是外场 嗯哼 我们都是从外场开始 因为以一个你还不是一个很出色的调酒师的话 基本上你轮替到一间新的店 基本上都是一定会先从外场 对 就甚至你可能是很厉害的调酒师 你到一间新的环境 基本上还是会先从外场去认识这间店的特色 对特色跟他的营业的方式 嗯哼 才会慢慢的去做酒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就是即使你是再厉害再知名 基本上还是会从八倍开始 就是对 可能他的时间不会像我们这些一开始的人这么长 但是他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认识这个地方的客人的特性 跟整间店他想要营造的氛围是怎样 像你现在在PoA当初是做多久的八倍 我们家其实比较没有一个明确的八倍的位置 主要都会是以外场去跟这个位置做一个融合 那在PoA的话 我在外场这样子的时间差不多有半年多左右 因为我在来这边之前其实就有前一份吧台的工作的经验 所以时间上来说相对会再短一点点 对但是理论上如果大家要去一些比较正规的酒吧 要去当一个调师的话 其实可能当外场跟八倍的时间加起来 可能需要到一年到一年半不得 哦是 对 你从外场八倍进阶到调酒师这个契机是什么 这个部分我们店里面的前辈他们就会去观察你这个人 我个人觉得当一个调酒师 他很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是他需要有一个查验观色的技能 去透析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对 就是可能你今天不只是要顾到你吧台前面的客人 你要去再做久你在忙碌的过程中 你还是要稍微分一点神去看一下外面其他做客人 哎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 或者是他们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你要从你观察到一点细微的变化去推说 哎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 对对对 这我觉得是一个蛮难能可贵的技能 而且他不是一个很好培养的东西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前辈就会观察你对于客人的透析程度的了解程度 然后你的服务状况再去评估说你要不要进入这个审核这个考核 对就是你一定要先把你外场的工期弄好 那你一次参加考核就成功了吗 当然不可能啊 你是参加很多次 对那时候真的是花蛮多时间练习的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触可击的 因为你们酒吧算是蛮大间的酒吧 员工也蛮多的 其他同事们他们也都是参与相关的科系出来的吗 其实大部分不是 哦真的吗 大部分不是 有一些是但是很多人都是后面才去选择做这个行业的 哦 那你有跟他们聊过为什么会想要来酒吧工作 我之前听到蛮多人讲他们的原因都是说爱喝酒 哦对喝酒有兴趣 理所当然就进来了 就是不论是我们家或是别人家的他们问说为什么 哎你们为什么要来做调酒做酒吧 他们说因为爱喝啊 哦所以是真的去酒吧工作是很多机会可以喝到酒 哎这个要看每一间店的风气 嗯哼对像我们家的话就是如果你觉得跟这个客人聊的来 哎或是有朋友来的话你想要请他喝个啥 或是请他喝个酒其实都OK 那你们有说在工作的过程中喝到有点茫茫的 哎今天如果你选择要在上班的时候喝酒 那你就不能在上班这个期间喝醉 哦这是大忌 大忌 对因为可以让你去喝酒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因为酒其实就是高单价的东西 对对所以你今天如果选择要喝 但是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你的班上我的话 那你就会被骂 哦你就会可能之后可能一段时间就不会让你再碰酒的东西 哇这样也是就是对于这个规则是蛮 蛮严厉看待的 对对因为今天有这个好处给你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把握的话 那就会把这个福利先收回来 那像你在做酒吧的这个工作啊 家人知道吗 家人知道 那他们对于你这个工作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坦白说他们一开始没有那么的谅解 怎么说 一来就是这个行业的工作时间就很不一样 人家是朝酒玩午你是咒服夜出 对就是等人家下班的时候就是我们上班的时间 对所以基本上在上班的时间上就会让大家会觉得说 你上班上到那么晚又是酒的东西那会不会有一些相对的危险性 人身安全的部分 对可能说你下班回家或者是上班如果喝酒的话 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可能比较不理性的酒客 对 或者是你回家的时候会不会酒驾 对之类 但是我们基本上都不会啦 我们做酒吧的其实都会跟所有的员工 整个行业都会说我们喝酒之后就是不能骑车 嗯嗯嗯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对这一定是最重要的 这个也算是大忌之一 今天真的是喝了酒 然后酒家被抓的话 那个真的对于你自己的职业或者是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在那间店立足 对会没有帮助 完全没有帮助 嗯嗯嗯嗯 所以当初你父母就是担心你做酒吧的时候 你的人身安全 还有担心其他部分吗 还有一部分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是 能不能好好的养活自己 其实他们也对酒吧这个工作不太了解 对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去克服 我就会一直跟他们说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曾经也有想说要转换跑道 只能当一个就是在办公室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但是我光是想象我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去待八九个小时 我就觉得说不对不对 那个不是你要的人生 绝对不会是我想要的上班的那个状况 嗯嗯嗯嗯 因为他太单一了 当时你就是一直一直去说服 其实也没有到说服 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蛮 个性蛮牛的 对蛮牛的 他就是说 啊你做这个好吗 做这个不好好吗 我就说 为什么不好 嗯嗯 我就想做这个啊 嗯嗯 他们其实不会硬性说 就是说你不准做这个 哦 但是他们就是 他们会比较多的是担心啊 一律说做这个的 可能一些未来发展啊 或者是对于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是 所以说他们是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免不了还是会担心 对啊 所以最后你还是选择去做了 对啊 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在我这个年纪 二四二五岁的时候 我还不能做这些我想要做的东西的话 那我如果未来三十岁三十五岁 才想到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太晚了 嗯嗯嗯嗯 对啊 那你有想过尝试带你爸妈去你工作地方 喝一下体验一下 那个感觉 有但是因为他们其实都不太喝酒 哦 那你调个五九斤的 五九斤也可以啦 只是会比较担心说他们来会比较不能适应那个环境 因为毕竟他们相对会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他们会看到我的上班内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怕他们会更 更担心 对更担心 或许我觉得你可以挑一天 可能客人没那么多的某一天可以邀请你爸妈去 然后安排一个安静的角落 不要看到你在吧台干嘛 好像可以试试看 好像可以试试看 那我那天可能会很拘谨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你爸妈不用那么担心一个很好的互动模式 这个部分我有发现他们有一次是比较没有那么担心的情况是 我有参加过一个比赛 那有一个比赛 那个比赛会需要在脸书上面发文 我发了一篇就是我自己设计一个作品 然后对于他的创作理念跟一些故事的内容跟成分po了一篇文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 他留什么 他就说勇敢去追逐你的梦想 哇好感动哦 我那时候看到其实真的蛮感动 因为他会担心 但是他也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说他虽然可能平常也不会表现说他很担心这件事情 但是他其实看到我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会默默的支持我 都看在眼里 看到你的努力 对 所以这算是你从你父母那边得到的第一句肯定 实质上面的肯定 对 那时候看到觉得哇 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还是有被认同 有被认同 然后有他的价值 对 如果有学生想成为调酒师的话 你会想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是以现在在求学的学生的话 如果你真的想要进这个行业 我觉得你在求学这段过程中你可以先稍微去涉略一些关于 不要说调酒我觉得要先对于烈酒有一定的认知 这个对自己会比较有帮助 你要先去认识说琴酒是什么 威士忌是什么 蓝母酒是什么 对再来是可能一些葡萄酒啊 或者是一些所谓相爱酒苦爱酒 这些东西的差别在哪里 他对于你进来这个产业之后 最大的帮助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认识所有的酒 你会一个基础认知下 你才不会到时候又手忙脚乱 是 对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我觉得出社会之后 大家一定要一个心理准备是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碰到调酒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必要 很麻烦很冗长的过程没错 但是你那段过程中 你要去培养自己在餐饮业的能力 服务客的这个部分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这个部分都做不好 你做的酒再厉害再咬喝 都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是 对啊 这是个必经的过程 对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从事这个行业 大家就要一个心理准备说 我就是要花大概可能一年左右 甚至以上的时间 去做一些跟调酒不相干的事情 你不会碰到酒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有些听众他们可能还未满18岁 他们还没办法去喝你刚刚说的那些烈酒 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练习上面的建议 大家在还没有成年的这段时间的话 就像我讲的就是从学术学科上 你要先用去读文字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办法喝酒 对 你还没有到法定年龄 所以你要先从人家的文字上面去叙述 去了解说 每一款酒 它的制作过程是什么 它的风味理念是什么 风味曲线是怎样 那每一支独立的品牌的酒 它又会每一支不同的味道 那你没有办法试 没关系 但是你至少可以先从文字去大概了解说 哦 这支酒的味道是怎样 那它的制作方式 过程大概是怎样 今天非常感谢Randy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个人历程 然后他对于当调酒师的一个心得 还有一些调酒有趣的故事 跟客人有趣的互动 还有就是我觉得很感 他很感动的事情就是他被家人肯定的这件事 人心也听得非常的感动 就是也很为你开心 就是希望也可以你在调酒这个部分 可以再更厉害更精进 然后有机会可以成为客座的调酒师 谢谢谢谢 好今天非常感谢Randy 青春的模样 我觉得青春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还有很多热忱 对一件事情有热忱的时候 就是放手去做这件事情 会希望大家在年轻的时候 一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二去补足自己觉得自己的短处 这个我觉得是在年轻这个时段 你毫无畏惧毫无包袱的时候 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如何提升自己自信 对就像提升魅力一样 我必须要老实讲 我觉得我以前也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 就是我以前 我觉得我到高中以前 我都是一个相对蛮怕生的人 不太会主动跟人家讲话 但我自己上大学之后 就给自己一个很大挑战 就是那时候我去选 我们学校系上的系学会会长 我觉得我在当系会长的这过程中 是对于我人生一个蛮大的帮助 因为在那一年的时间里 你必须要强迫你自己去跟很多人讲话 跟很多人社交 跟很多人认识 甚至你要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我觉得培养自信这个事情 它最有效 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你把自己丢到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 我今天当系会长 我就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没有办法避免的状况 所以你就会强迫自己 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成长 我会比较想要了解薪资收入 因为我觉得钱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会比较想要了解 那调酒师或者是 还是学徒你们的薪资收入是怎样 会不会有起伏啊 会不会有就是他未来的可期性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我自己大概了解啦 其实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薪资都不会太高 基本上都大概是 基本工资再高一点点这样子 当你自己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能够承担的责任 随着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那你的薪资就是会随着时间 慢慢的慢慢的往上 那假设你之后外场进到调酒师 这个位置的话 以台南来说 应该都会有三以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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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